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 年度最具商业价值游戏主播 她是电竞女王 手握天价代言合约 她勤奋专注 美貌与智慧并存 即使大小姐在直播中累到睡着 却依然得到30万粉丝的围观守护 她制作的英雄联盟教学视频 全网播放量超15亿 小小的盛区 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专注成为她最坚实的标签 好的 获得 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 年度商业价值游戏主播的就是 MISS 来 我们掌声欢迎 来 我们掌声有请电竞女王 MISS上台领奖 同时我们也有请颁奖嘉宾 欢聚时代CEO李婷女士 为两位颁奖 她能挑战很多大神在游戏的世界里 她挑战不了高肯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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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 好的 来 我们请李总为她颁奖 两位合影一下 好的 大家请李宁去留步一下 来先问一下我们的Miss Miss 我曾经把你的这个例子 专门作为一个新的这个传播模式说过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采访过很多 就围观你的那次睡觉直播的网友 也采访过心理学家 唯独缺了你本尊 你给我讲讲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发现有30万人围观了你的睡觉 什么感受 对 其实直播会比较容易解放人的天性 就本来我 大家看我的视频会怎么样 或者看我比赛 因为以前我是职业选手嘛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看不到我真实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那天直播呢 真的是一个无心插流流成阴的一个事件 因为那天我实在太累了 因为在做视频跟直播在一起三年 三年多嘛 基本上没有一天 真的是睡过超过八个小时 所以那天可能就太累了 我就直接说 我说我实在不行了 我要睡五分钟 然后其实我平时在工作状态也是这样子的 就可能说太累了 我说我闭眼五分钟 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之后就会自然醒 然后那天也是这样的情况 但没想到就引发了很多的人 去围观这个事情 所以直播非常好玩 就是能够随时随地知道你 醒的时候有没有吓一跳 本性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你醒了的时候 突然发现被30万人围观了 有没有吓一跳 对 当时还蛮惊讶的 那后来我就发现原来直播 其实不像做节目那样 因为做节目可能给大家展现的是一个比较大家规划的 或者有标准的一面 但直播给大家展现的是非常非常真实很生活化的一面 后来我就开始展现就开吓了自己的洪荒之力 什么直播吃饭呀 然后直播 什么都直播 就觉得很好玩 所以你看直播平台有时候也非常非常人性化 就是当MISS看到 一睁眼看到 30万人在看我睡觉直播的时候 他没有使劲地被吓到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要透过一个手机屏幕隔开了他们 如果你想象 他在床上睡觉有30万人伸头看他 你倒是给我找这么一地方 那一睁眼应该是恐怖片吧 所以我觉得直播有他不为人知的 我们无法洞悉的很人性的那面 好 再一次恭喜MISS也期待你的直播间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真实 更多的欢乐 谢谢大家 好的 加油 加油